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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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Soph Lee 知道过年之后,大家有很多年糕吃不完 有很多亲戚来来 拜年时买很多水果给你们 我在想,年糕经常都是贱 我想了一个很特别的方法 像西式的甜品那样 苹果切了头和尾 然后我们中间开盐 这样切了头和尾 切片大约很厚 切完苹果之后,需要煮苹果 首先加少许水 然后把苹果煮进去 加糖 然后再加少许柠檬汁 煮一下 在什么状态呢? 煮到苹果有少许软 因为我们要卷 或者如果是嫌煮麻烦的话 可以把刚才的东西放在盒子 然后放在微波炉里 大约2分钟左右 都会有这样的效果 怎样为之可以呢? 苹果好像这样 软软的就可以了 好,下一样我们要处理 就是年糕的 有些年糕很硬的话 我们卷不到 这个也算软的 但其实你想想 如果我再这样卷 它就会断开 那我做不到效果 我们轻轻地煎它 让它软身一点 等它软身一点 待会我们包的时候容易一点 千万不要煎太久 或者煎太久 它会融 它软了 黏住锅 这样就做不到效果了 跟刚才苹果一样的做法 拿起来看看 它是做得很厉害的 很软的 建议大家放在牛脂上面 它就不会黏住在砧板上 现在我就包这个酥皮 给大家看 酥皮 所以我们可以在一些 比较大型的超级市场 就买到 有一款就是硬了酥皮 什么叫硬了酥皮 就像这样的 大大块正光源的 我们大约一开四 它底部有个蓝色的胶质 你不需要撕住 直至你需要 谷或者先用 因为这样会缴住 針法不会黏住 我们再开得多 包之前 我们就要撕了蓝色的胶质 我们将苹果一块 搭一块 好 塗一点点 我们将棉膏链上去 底部 凸出来的 我们将它摺上去 轻轻按一下 这个动作做完之后 我们开始卷它 首先把它翻出来 先拿着顶部 然后这样卷它 因为收尾很软 所以你拉一拉 就可以了 然后你将苹果的巴 轻轻按一下 底部 锁一锁 如果你有焗muffin 如果没有 或者用蛋挞 或者可以烤的东西 可以烤的东西 令形狀更好 然后将这个 火锅的棉膏 放上去 烤之前 我们撒 少少砂糖 在表面上 然后可以入烤焗 烤焦 烤焦 预热200度 至少 预热15分钟以上 等烤焦 底面的火 都会用 烤大约15分钟 就可以了 现在我煮汁 一时汁给大家看 我会煮一个一时汁给大家看 不用太大火 首先把鲜奶放在烤焦 先烤热鲜奶 加砂糖 当糖溶完之后 我们可以加少少牛奶 让它更香 因为奶 我们的奶汁里面有很多 一滚 你尽量小火一点 因为如果滚得太厉害 它会轻声 全部的奶 就会冲出来 当糖溶完之后 我们准备了一些生粉水 我们一路倒一路搅 你看到它的汁开始稠辣 那就可以了 我们把它关掉 趁它总结 我们把蛋黄放进去 然后我们把它拌开 差不多熟 但没有熟的效果 我煮它黄 它有蛋黄的香味 让它煮得再稠一点 所以大家打蟹的时候 整结的时候 不要煮得太多 其实这里是一种玫瑰花 我觉得泥就会漂亮很多 这个是朱古力味 饼干了 买回来 把中间的白色的忌廉 拿走 剩下的饼 我们倒进一个密实袋 倒入它 这些就是吃得的泥 我们把这些泥 放在中间 好了 黏菇焦了之后 我们把它放出来 放在中间 刚才准备了那些吉士汁 我们放在旁边 去装饰它就可以了 可能大家过来 很多收到不同种类 我都吃不完 那我们可以放这些 做一个装饰 因为这个是玫瑰花 其实有些绿色的叶 整件事就很漂亮 一个很新版的中国年糕 就完成了 是一个好像玫瑰花 大家有吃到苹果 又吃到年糕 又吃到酥皮 我觉得是比较一个新的试法 完全是和我们平时在家用蛋煎的感觉不同 大家如果在家里 放了材料 有时间 可以试一下 做这个年糕 给大家吃一下 这就是啊 你我们在家里 你会不可能 在家里放的 那些小米 大小米 你在家里放的 你不也可以 你会